身上的白袍子一沉不染 早上伺候他的丫鬟帮着梳了个头 云叶就发现那个丫鬟呢 已经有了以身相许的念头 侯爷的饭碗空了好久了 没人理会 只要韩哲身边落上一只苍蝇 他们就恨不得将这只苍蝇追杀至死 才会甘休 尤其是听到韩哲的眼睛 是被自家侯爷打的 看着自家侯爷的眼神 无比的忧怨 给拿了个包子还是破的 云兄啊 您这可不是御下之道啊 仆役们对您毫无畏惧 不是御下之道啊 仆役们对您毫无畏惧 将来难免会生乱啊 不说 我家这个样子已经十年了 你去长安打听打听 有谁家的仆役 比我家的仆役中心呢 都是好人家的闺女和小伙子 到府里来是谋生的 又不是来受罪的 宽松些 谁都舒服 你一嗓子喊过去 一个个都像安春似的 那也没劲呢 贺天商出来了 样子看不成 两只眼睛肿成鸡蛋了 那总算是不流眼泪了 密封着眼睛让仆役给他拿饭过来 往韩哲面前一坐 气势上半点都不属于人 虽然对韩哲的黑眼圈比较好奇 还是一句话也不问 端起粥碗 咣当一下就填到嘴里 滚烫的米粥也不知道把它烫坏了没有 韩哲的风度确实无可挑剔 身子往后一仰 二郎腿就翘了起来 视力眼的丫鬟赶紧把餐巾给扑到他的腿上 雪白的山子要是弄污了 可不好洗呀 云叶狗子 全当两个人是空气 忙着处理自己的早餐 今天事儿多 留下来的庄户们 还要把主家的地全部租赁完 这就需要云叶亲自出马感谢了 怠慢不得 狗子如今满脑门子的官司 老丈人带着全家占领了他的宅子 狗子赶回家 那就是枪弩伺候 红城已经打不过狗子 但是老家伙红着眼睛要拼命啊 狗子只好是落荒而逃 成了亲 比不成亲的还要惨 至于无蛇 他根本就不管 每日里操练自己的女徒弟小苗 闲暇时就抱着红果生的小虎头 呵呵的傻笑 至于红城的白眼 他完全无视 家里的怪人很多 不过云家的仆役早就见怪不怪了 云家什么样的人物没有出现过呀 韩哲 贺天商远远达不到奇怪的标准 两个人终究没有答起来 贺天商吃饱喝足 又问管家 要了两坛子烈酒 夹在胳膊下面 直接就回了自己住的客房 估计今天呢 还是会喝醉 昨晚我想了半夜 还是没有想通 预排是怎么回事 但是想通了 你为什么要带着全家往外跑 带着全家出游 那是胡走瓦 我看你全家都在大行动 好像要把家搬空一样 就知道你打算把家安在越州 那里是南北的药金 你家可以在那里观风向 看天下大势 北方乱 则可深入南方 南方不近 可以回到北方 待在越州 实在是一个进可攻 退可守的好主意 尤其是越州城 是你一手包办的 需要怎样应对 你心里一定有计划 哎 说说 是不是连逃命的地道 都挖好了 我前几天才骂完别人蜀木寸光的那点出去 那现在又要开始骂你 作为神人 你也就那点出去了 你看看人家西方的教皇 想把人放在篮子里 烧死就烧死 想让女人拖得光溜溜的 却和狮子搏斗就搏斗 你再看看人家莫哈莫德 一手拿着剑 一手拿着古兰经 信我的是我的兄弟 不信我的就是敌人 牛啊 虽然已经死了 人家的继承人 依然扫平了两河流域 现在正在向波斯的残余进攻 用不了多久 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出现了 再看看你们 躲在背地里 搞点阴谋诡计 像老鼠一样的活着 哪有一点神人的霸气 你别说我 你也是神人后裔 现在遇到点麻烦 还不是狗一样的到处乱跑 我说错了 还不如狗呢 你还要带着一大家子人一起跑才行 倾着韩哲恶毒的反击 云叶带着他来到了书房 找了一张很大的地图 与其说是一张地图 不如说它是一张海图 按在桌子上对韩哲说 今日就让你这只燕雀 见识见识 什么是鸿湖之质 看到这张图了没有 会不会看呢 韩哲眯着眼睛 看了很久才抬头说 这不是中原 这里是岭南海域图 最远的地方 我看看啊 在那里 哦 是狮子国 问你要干什么呀 云叶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只眼罩 戴上黑黑的笑着说 我哪有时间可供浪费呀 带着全家做一次远途的旅行 从中原走到岭南 一路上游山玩水 充分满足家人的意愿 到了岭南 嘿嘿 韩哲 你信不信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以为我这些年的水师统领 是白当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给我一个理由 如果你要造反 能说服我 我就帮你 那就看你有几成胜算了 韩哲的眼睛 终于冒光了 他以为云叶 这就要控制岭南之后 要学人家造反呢 他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 太平天下 最近也没有什么人造反了 他非常的郁闷 韩哲 你就不能把心思从造反这条不归路上收回来吗 想想什么才是男人该干的事情 想想看呢 在苍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一艘大船在惊涛骇浪里上下起伏 无数赤裸着上身的男子在努力的和大海抗争 等到风浪过后 大船依然存在 虽然船帆被扯破了 好些人不见了 没有食物 也没有水 几乎陷入了困境 结果海面上有另外的一艘船开了过来 上面装满了香料 珠宝 还有美女和奴隶 好汉们发了一声喊 就杀了过去 拽着缆绳 荡到那艘船上 用自己的刀剑 为自己争取食物 水 钱财 还有女人 想想啊 你浑身沾满了血 刚刚用牙齿咬死了 一个最凶悍的家伙 身上缠满了金银珠宝 肩膀上扛着一个金头发的美女 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橡木桶 里边全是阴红的葡萄酒 一刀子扎烂酒桶 在女人的惨叫声里 痛饮葡萄美酒 那该是多么的惬意呀 想想啊 你带领一群亡命之徒 攻陷了城池 拖着你的长刀 哈哈长笑的 走在石头砌成的街道上 两边的房子都冒着熊熊大火 无数孱弱的人 在你面前四处逃窜 就像一只只 看到了老虎的兔子 韩哲呀 大唐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不好下手 可是到了大海上 陆地上的一切法度 都没了约束力 只有在那里 才能尽情的宣泄自己的兽性 加师说 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依我来看 人之初性本恶才对呀 兽性需要发泄的寒哲啊 想想都羡慕求然客呀 这家伙现在已经在做这事了 带着一票兄弟 在大海上愈取愈夺 你大概不知道吧 西方有好多附数的城市 凶悍的猛士 他们需要对手 而这个对手就是我们 哈哈哈哈 韩哲 你看看这是什么 云叶大笑着 把一块黑色的绸缎抖开 只见上面画着一个白色的 猙獰的骷髅头 下面呢 交叉着摆放着两根腿骨 骷髅头上黑洞洞的眼眶 似乎在召唤韩哲 韩哲奇怪的感到 这颗骷髅头 似乎在对着自己笑 韩哲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 揉着太阳血说 唉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败在你手里了 你不但比我无耻 也比我凶狠 这两样重教的德行 都比不上你 我失败 也是无可避免的 云叶把眼罩解下来 戴在韩哲的眼睛上 低声说 感受一下吧 这就是我的梦想 做一个无恶不作的海盗 我要成为所有靠近大海国家的噩梦 我要他们看到这个旗帜 就乖乖的把财宝美人送上来 我要让他们在地狱里 都要记住我的脸 你不想来吗 韩哲 做一个海盗是如此的快乐 和天斗 和海斗 和人斗 其乐无穷啊 来吧兄弟 不要去研究那三块破石头了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大唐如今平静的让人发疯啊 韩哲闭上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是从他粗重的喘气声中 云叶知道这家伙呀 动心了 这三年自己只能在外流浪 不如把这家伙绑在裤腰带上 这样对谁都好 至于当上海盗之后会不会发疯 谁去管他呀 云叶自己都想发疯 窗户一下子就被推开了 贺天商嘶声说 走的时候 记得叫上我 我也去 韩哲不认为云叶会干出这么滑稽的事情 一位惶惶天朝的侯爵 会自讲身份去当一个臭名昭著的海盗 人世间怎么可能有这么不靠谱的人呢 研究玉佩 弄清楚白玉京在哪里 那才是一个成熟男人该干的事情 而不是穿着发臭的衣服 去攻陷土人的城邦 把人家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或者是最后的一口粮食夺走 从来都认为自己来自一个疯子家族的韩哲 现在已经很肯定的确认 和云叶比起来 自己家人疯得还不够彻底 研究玉佩之余 透过窗户上的琉璃 能清楚的看到云叶抱着自己的柚子 给他们喂饭 孩子很调皮 喂一口就吐出来 平均喂三口 这孩子才会吞咽一口 直到孩子彻底不吃了 韩哲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景 那晚不知道沾了多少孩子口水的米饭 被云叶飞快的吞了下去 看他满脸笑容的样子 说明没有任何不是 韩哲看着有些反胃 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 云叶和自己一样 都有着强烈的洁癖 只要看他一天洗多少次手 就知道了 这个毛病根深蒂固 怎么就对孩子的口水毫不在乎呢 他不知道的是啊 云叶是被拢幼军中恐怖的个人卫生 活生生的逼成这个样子的 以前他也没有这么矫情 不管他以前如何的粗鄙 那最多呢 就是把内裤多穿两天 袜子一两天不洗 这种邋遢的程度而已 和军中那些狮子 在胡须头发里钻来钻去的那种重口味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为了防止自己不变成那个样子 他开始逐渐的爱干净起来 而且越来越变态 至于吃掉自己儿子的剩饭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呀 完全没有压力 韩哲发现自己对云叶还不够了解 昨天呢 还认为他在开玩笑的海盗游戏 这家伙居然真的在积极的进行准备 看见他家的家将 把八牛弩拆成一堆不相干的东西 和一些木头捆在一起 还在不停的收集火油 准备了无数又直又圆的小木棍 这一捆捆的堆在墙角的架子上 说是柴火 鬼都知道这东西只要沾上羽毛 安上箭头 就是一捆捆的利剑呢 他不会真的想去当海盗吧 韩哲犹豫不定的想 云叶要云游大唐三年 过因比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这小子想要逃离长安的这个是非窝子 朕不明白 三年后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吗 遇到困难 怎么都要迎难而上才对啊 躲个什么劲啊 没出息 还一跑就是三年 李二看到了云叶告假的本章 看到云叶居然请了三年假 非常的不满 尤其是看到了房玄龄批准之后 更是怒气勃发 陛下 云叶不这样 还能怎样啊 如今大唐国泰民安的一派盛世景象 他如果反击 臣妾也相信他会有办法反击的 但这样一来 朝堂的纷争 难免会波及到地方 这样难得的盛世 说不定就会夭折 还不如自己退一步算了 总归是要有人退让的 云叶这样的退让 能比他反击 更就有勇气的多呀 既然说起了云叶 长孙难得的帮皇帝分析了一下 这样的话 皇后已经有好久没说过了 李二乍一听 皇后居然回答了 叫着说 你对自己的弟子这么有信心 不知道吧 那个小心眼的家伙快要把长安城给搬空了 弄得长安城现在除了柴米油盐价格没动之外 其余的价格飞涨 听说猪肉价都暴涨了两倍了 街坊们和屠夫理论 谁知道人家的理由比他们还充分 还微信说 要买就尽快 说不定明日里啊 还要长呢 您既然忧虑 下一纸文书阻止就是了 何必拿来埋太臣妾呢 猪肉可上不了您的餐桌 朕这几年猪肉也没少吃 朕也不在乎他们把东西都拉到粤州去 只要在大唐的国土都是朕的 朕也就是随口说说 正午说到底讲的就是进退二字 只是觉得云叶退得太狠 别把底气给退没了 关音笔 你说说这小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朕总觉得他这次大踏步的后退恐怕不简单 云家人的嘴很严实 全家出游的事情外人还不知道 庄父们分家去粤州这所有人都能够理解 家大夜大的总要开支散业 不管大家小家最后都要走这一条路 云家的封地就两千三百亩 这是一个国猴的极限了 甚至呢有点多 但朝堂上从来就没有人抓着这一点猛烈的攻击云叶 因为这事啊经不起查 只要把田母的数量摆到明面上 大家的屁股都不干净 最恨云叶的令狐得分的都不敢抓 抓这个小尾巴 云家的人不断的往粤州涌去 不奇怪 京城里好多家啊也是这样 成家 秦家 玉池家 都是这样 唯有牛家没动弹 反而呢 用粤州的资产换取了其余四家 在长安的资产 老牛说了 他家人少 过不过来 长安市上很萧条 人很多 货物少 价格却贵 魏征的马车走在西市上 耳中听到的全是谩骂之声 商家黑黑笑着 任你辱骂 但是只要说起价格 就一口咬死 不二价 这年头 他妈想吃口豆腐 都他娘的成了奢望啊 就张家一家再卖 价格比原来多了三成 如果秦家 还有卖团子豆腐的卢家 不去越州 谁正眼瞧他张家一眼呢 哎 没法子 长安不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 去越州也是该的 我家的皮子作坊 要不是离不开草原 我也去越州 听说那里啊 你做生意 只要人能扛得住 一年连续不关门 也没有人问呢 啊 长安哪 那个破骨一敲 咱就得关门 晚了一点 那些狗日的午猴啊 就会拿鞭子抽你 有钱人都去越州了 长安留下的 要么就是最有钱的 要么就是穷光蛋 咱卖的东西 贵人们看不上眼 穷苦人家买不起 生意没法做了 等越州彻底建好了 咱也去越州算了 咱是要吃饭的人呢 得跟着雇主走啊 长安古城第一次受到了外地城市的冲击 这让一向骄傲的长安人无法接受 不论你接受不接受 事实就摆在面前 拗不过大事 就只能水波逐流了 以前就在为都城安在长安好 还是安在洛阳方面 这些年呢 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 现在好像又多了一个选择 那就是越州 只是在百姓间流传 观惑人家只是一笑而过 这是真正的无稽之谈 云叶当初设计越州的时候 根本就没想过他会成为京师 这是一座纯粹的商业城 和长安相比 少了几分肃穆和大气 魏征打算穿过昭国坊回家 以前这里整天都是叮叮当当的敲铁的声音 今天进来 这些熟悉的声音不见了 整座房里 安静的渗人 满地都是垃圾 风从门洞子里灌进来 破烂随着风飘舞 如同鬼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